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耳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南瓜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但是你知道吗,南瓜全身都是宝 细数一下功效可多了 南瓜中反β胡萝卜树 是很好的养殖有机科兴 国内外大量科研资料同样证实了 从日常饮食中摄入主量的β胡萝卜树 可减少患上两种慢性疾病 即心脏病和癌症的危险 但是吃南瓜也是有一些禁忌的 吃南瓜的时候 千万不要和以下几种食物一起吃 1.南瓜加羊肉 羊肉是冬季经常食用的美食 不仅滋味鲜美 而且具有很高的滋补价值 然而南瓜和羊肉是不可以一起食用的 两者都是热性之物 同时之后亦引起腹胀便秘等疾病 亦感染性疾病和发热症状不宜食用 以防病情恶化 2.南瓜加醋 醋酸会破坏南瓜的营养元素 降低营养价值 3.南瓜加菠菜 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分解酶 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 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4.南瓜加红薯 事实上红薯和南瓜是可以一起吃的 然而因两者含有较多的淀粉 如果一起食用的话 会出现胃胀导致胃部不适 所以不建议同时 5.南瓜加带鱼 带鱼属于深海美食 不仅味道鲜美 营养也非常丰富 但是却不易和南瓜一起食用 南瓜中含有的某些成分 会使鱼中蛋白质其反应 容易使人发生过敏反应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腹痛、腹泻 头鹰昏厥等中毒现象 如果在食用后出现这些症状 可以通过喝牛奶和绿豆汤来缓解 若症状得不到改善时 应及时就医 以免对身体造成各位严重的损害 6.南瓜加红枣 红枣富含维生素C 微干性温 多时已消化不良 而南瓜性温 饿者同时 不仅维生素C被破坏 还会加重消化不良等症状 上述的这些食物和南瓜一样 都会对身体有诸多好处 但如果放在一起吃 就有可能出现副作用 因此生活中 在使用南瓜时要注意 有无其他食物相克 即便是不存在香可以说 但使用时也不可一次摄入过多 才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南瓜切好之后 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适量的叶脉 叶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润肠通边之效 可预防便秘 液脉中含有的亚麻酸 为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能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 同时亚麻酸也是合成前列腺素的必要元素 能维护人体正常的性机能 而且液脉能促使人体释放高丸素 长期使用 有助于缓解男性性功能障碍 液脉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 灶带素等成分 能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脂的含量 使用液脉不仅能降低人体的血脂水平 还能预防动脉硬化 高血压 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 我们把液脉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先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葡萄干 葡萄干含糖量高 是高能量营养品 具有补充营养 降低胆固醇等功效 葡萄干中含有维生素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 可提供给机体主要能量 葡萄干中的白鲤芦醇 是一种含有歧视结构的 非黄铜类兜芬化合物 可清除自有机 使皮肤变白变嫩 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分类物质 可通过上调低密度脂肪酸受体 而使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糖固醇降低 清洗干净的葡萄干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把南瓜椰麻倒入锅中 再浇入适量的清水 将它们煮上30分钟 30分钟后 我们再把洗干净的葡萄干放进去 再煮上两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就可以关火了 将它盛入碗中就可以开车了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冰糖 或者是蜂蜜 这道粥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经常吃南瓜 还有以下几个好处 1.可缓解便秘 南瓜中的多种维生素 和水溶性膳食纤维 能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而且手含有的果胶 也是很好的肠道润滑剂 可以保护胃肠道粘膜 修复溃疡 适合有慢性胃炎 胃溃疡的患者 2.预防感冒 南瓜多糖活性物质 和大量的维生素C 能够提高肌体绵力 帮助人体抵御流行性病毒 引发的感冒 3.护眼护肤 南瓜中的β胡萝卜素 可改善皮肤健康 抗衰防皱 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 还可转化成对视力健康 有益的维生素A 4.助眠 老年人常吃南瓜 可以很好地帮助睡眠 因此富含酸酸 负责帮助人体制造血清素 能缓解紧张感同时 还能改善心情 因而有助睡眠 5.就有解毒作用 南瓜就有解毒的功效 南瓜内含有维生素和果胶 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 能粘解和清除体内细菌毒素 和其他有害物质 能起到解毒作用 对肝肾具有一定的保护 但是以下几种人 最好不要吃南瓜 1.胃热病人计时 中医认为 胃热病人一时含量性食物 而南瓜性温热 胃热病人使用南瓜后 会加重胃病 加重病情 2.热灵病人计时 中医认为 热灵为避尿系统感染发炎 饮食上应该使用 含量清热通灵之物 3.对南瓜过敏的人不要食用 南瓜也有可能成为过敏源的 如果是对南瓜过敏的话 使用南瓜就有可能造成皮肤红肿 所以要避免使用南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